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常言道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嘴是话语之门 心灵之疮 福祸之本 一个人的命运好坏 离不开自己的嘴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你怎么说话就是什么命 常听见人抱怨 身边的人比自己强 还不是因为别人长了张好嘴 我们看见会说话的人 都会偶尔嫉妒不愤 但仔细想想 自己其实也喜欢会说话的人 人长得好看公脸 话说得好听公心 会说话从来不是投机取巧 他本来就是不可或缺的本事 十年后 会说话和不会说话的人 过得将是不一样的人 会说话的人多朋友 不会说话的人爱树敌 人与人相处 聊得来才算朋友 找话题的永远只是路人 但总有些人和谁都聊得来 像是天生讨人喜欢 博主费曼学长的表妹就是这样 她爱说话 却从不说人的坏处 就算很难接的话题 也总能说到人心坎里 比如费曼的妈妈涂了艳俗的口红 问表妹好不好看 表妹不撒谎 只是笑着说 舅妈 我觉得枫叶红更适合您 元旦回来我给您带一只 长辈感叹自己胖了 表妹也会安慰 您又要工作又要兼顾家庭 能保持这个身材已经很好了 我要是这个情况 还真做不到您这样 她评价朋友 更是把优点挂在嘴边 没说过一点伤人的话 现在家里家外 谁提起表妹都得夸上几句 会说话并非奉承 只是真话说一半 你让别人舒服了 自己也会舒服 如果说话不好听 就算没有恶意 也难免会输敌 有位网友的儿子发育慢 孩子在小学第一回考了八九十分 他开心得不得了 谁知和他关系不错的一位宝妈听说了 凑到他耳边 孩子脑子有问题 不要太努力了 那就是随口一说 他却一下愣在了那里 对方接着邀请他吃饭 向他示好 他都不愿意再跟着 从亲近到排斥 很多时候就是一句话的事 好心说坏话 有时比心坏还让人生气 说好话是善良 好好说是情商 每个人每天都要说话 十年过去 会说话的必然能收获好人缘 而不会说话的 只会有更多人嫌 会说话的人有机会 不会说话的人得教训 会说话有多重要 看看十年间的脱步花就知道了 他十八岁还在广告公司打工 当时公司做提案 他就给公开课见过的战国祥老师打了电话 果不其然是秘书接的 老师在开会 但他壮着胆子留言说 我是在广告人沙龙上听过他讲课的一名学生 有些问题想请教他 能否请他给我回个电话 后来战先生亲自指导了他 脱步花想听惠普的高建华老师的课 但老师不愿意私下开课 他就换了种思路 如果我们也举办公开课 可不可以请您呢 这次不仅请到了老师 他还跟优秀学员成了合作伙伴 二十八岁 他就实现了财务自由 到如今 他做罗继思维CEO 事业顺风顺水 都离不开他的沟通能力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早过去了 太多人是先会说话 先有人帮 才一步步提升了水平 拥有了实力 情商是要慢慢练的 别做不会说话的人 有个帖子吐槽同事劳梦 他逢人就说 自己爷爷是个书法家 哥哥在海外 谁都瞧不上 跟同事关系不好 他就到处说人家素质太低 没什么水平 后来不知他得罪了谁 终于被开除了 临走时竟然脱口而出 能不能让我待到二十号再走 让我再汇一个月的工资 人最怕没什么才干 还有张不会说话的嘴 没等来机会 反而惹了一身麻烦 更何况实力不是全部 不管你在什么职业 什么位置 十年过去会说的人 必然是机会满满 闭口不言的人 偶尔走运 而不会说话的人 就算和别人实力相当 也是蹉跎了时间 徒增了教训 会说话的人快乐多 不会说话的人仇视多 简书上有位作者 说女儿特别爱抱怨 孩子一进家门 嘴里就开始念叨 老师留的作业多 教学设施太差 同学一个个有多讨厌 他怎么开导孩子就是没用 有回他在公司受了气 回家又听见孩子抱怨 忍不住大号 你怎么那么多抱怨呢 你能不能好好思考一下 是不是你的原因 孩子却说 妈妈 你也觉得烦了 你不是也经常抱怨吗 抱怨你工作累 抱怨爸爸没良心 抱怨命不好 很累很烦的低气压 真的是会传染的 当你不会说话 满口地指责抱怨 跟你亲近的人 多半也没法好好说话 时间长了 仇视只能越攒越多 越招越多 会说话的人 情况大不一样 今年年初 护工臣阿姨火了 她24小时要盯着病人 吃饭吃的是白菜 豆腐皮 睡觉就睡在破板子上 工资只有那基础的几千块 但她没有一点怨言 一遍遍地安慰着痴呆症的老太太 阿婆 你不要紧张 提起自己的生活 她也说 这比农村好太多了 一家四口都有钱证 孩子们也有医保 我最大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陈阿姨照看过的病人 渐渐有了笑脸 家属都感恩她 她一路说着好话 她的快乐也越来越多 你会说话的时候 理解你 关心你的人都会变多 当你用一颗柔软平和的心 看他人 世界都会变得和颜悦色 十年后 浸泡在抱怨里的人 必然是愁上加愁 而听多了好话的人 心里会是甜的 会说话的人走上坡 不会说话的人走下坡 人和人的起点各不相同 追求的东西也方方面面 但会说话的人不怕 只要人生够长 走的就是上坡路 2004年 斗力国做了一名快递员 他印好了自己的名片 每天在马路上宣传 媳妇觉得他疯了 他却坚持出去 跟周边的人攀谈 直到所有人都认识了他 做了第六年 斗力国给老板写了封信 洋洋洒洒 说出了自己的抱负 很快 老板约谈了他 还让他管了一个分公司 他天天和手下的快递员 分享经验 分公司的业绩 很快从倒数第一 到了公司前三 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 他竟然做了敲钟人 这十年里 他的事业做出了成绩 工资直线上涨 家还是那个幸福的小家 这是努力得来的 更是因为会说 跟老板同事沟通 跟客户沟通 会说话的人 每分力气都不会白费 十年的时间 足够一棵小苗 长成参天大树 而不会说话的人 不管起点多高 早晚会跌下神坛 曾因《非诚勿扰》 大火的乐家 如今过了十年 他演讲的听众 越来越少 想要付出 也是举步维艰 和搭档决裂 和妻子离婚 传闻越来越多 他的这段下坡路 其实早有征兆 在《非诚勿扰》上 女嘉宾的哥哥 瘫痪需要照顾 他张口就说 那是找对象的负担 惹得女嘉宾 泪洒现场 每次他在台上 说了狂话 都是孟非 给他打圆场 路我是演说家 他带的选手被淘汰 他直接拎着白酒上来 骂节目组的人 骂导师 口不择言 也是那次之后 他的人气大不如前了 朱自清说过 天天说话 不见得就会说话 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 就没说好过几句话 做个会说话的人 不光用嘴 更要用心 有人是巧舌如簧 有人能言善辩 但是会不会说话 十年后 自然见分享 黄渤接受采访时曾说 所谓高情商 是你不想伤害别人 另外一个是 我不是一个冲动性 侵略性特别强的人 我性格里面 有柔软的地方 所以不喜欢把话说得那么绝 会说话 或不会说话 多数人都在两者之间 网上够一够 情商就高一点 多放纵一点 不留神就坏了事 开口之前 想想别人的感受 问问自己的心 要记住 对别人的尊重 就是对自己的成全 想清楚了 就大胆开口吧 做个会说话的人 迎接十年的好运气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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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